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Smoking, eating, drinking, unauthorized photography, recording and filming are not allowed in the lecture hall. It is an offence for any person to bring video recording equipment into this hall without authorization from the venue management. The venue management may refuse entry of any person who possesses such equipment. Please also switch off the beeping devices of your wireless telephones, pages or alarm watches during the performance.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Testing, testing. Okay. 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星期日下午都来到太空馆听我的讲话。 我是David,很多人都可能见过我。 如果没见过的话,我自我介绍先。 我是声会点的委员来的,我叫做余海峰,你可以叫我做David就可以了。 我现在是在香港大学,正在做相关的行星撞星云的研究。 所以想着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我这个讲话是有很多图片看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这些图片不需要拍摄我的视频。 你可以上网抄下我以下来展示给大家看的图片的名字。 你Google就有很多了。 大部分的图片都是在NASA拿下来的。 除了一些图表之外,就可能是在一些学术论文拿下来的。 但其实那些你都不想看的了。 那照片呢,大家可以自己去搜索。 我主要都是想跟大家解释一下,行星撞星云是什么来的呢? 行星撞星云,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呢? 它发现这一样天体的历史,它的近代的研究是什么样的呢? 我就会跟大家讲解。 这个powerpoint大部分都是英文来的。 因为有很多都是人名,某些专有名词,和一些行星撞星云的名字。 我免得识错,我就不识。 因为很多都不同的。 如果你看回大陆、台湾和香港的译名都不同, 所以我就把英文算了。 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抄下这个名字。 Paneturine nebulae,就是行星撞星云直翼。 但是这个名字跟行星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首先讲一讲什么是行星。 我们宇宙里面有很多星星。 太阳也是其中一个星星。 这些叫行星。 就是永恒的行星。 就是会自己发光的。 行星呢? 就是真的行路的行。 这些星呢? 包括地球、金星、水星、木星这些。 全部都是行星。 就是不会自己发光的。 它所有能量的来源都是来自于反射其他的光源, 才会我们看到它光。 行星就不是只有地球有, 其他的太阳系都会有的。 但是这个Paneturine nebulae, 行星撞星云, 其实跟行星完全没有关系。 只不过是发现行星撞星云的时候, 那个年代, 那时候的望远镜就没有现在的望远镜那么漂亮。 那些分辨就没有那么高。 所以就看得不清楚。 就看到一坨东西, 不知道为什么会觉得它好像一些行星的, 走出来的轨道。 所以就叫做行星撞星云, 就是Paneturine nebulae。 就跟Planet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那这一幅, 就给大家看一些照片吧。 这一幅就是非常著名的一个行星撞星云。 它叫做Dumbbell nebulae, Nebula。 传错了, 没有一个E字的, 有一个E字是中数。 这个叫做雅灵星云。 其实我不觉得它像雅灵, 它像一个吃了的苹果。 是苹果心。 这个雅灵星云是非常之, 其中一个在天空上非常大的星云。 它就是, 这一幅相, 就是我们是可见光, 和可见光的不同的波场合成出来的相。 那你真正的, 真正的, 如果你看到天空, 它的颜色就不是这样的。 那你其实有时候看很多天文照片, 它的天文图片, 五颜六色, 好像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不是很像。 但是呢, 那些颜色就未必是真实的。 那不代表那些科学家就骗你。 就说, 你怎么做到很漂亮的, 就像Photoshop。 那不是的。 因为呢, 就要, 它们通常就喜欢用不同颜色, 就代表不同的化学成分。 那这幅相, 大家看到了, 就是用三种颜色合乏出来的。 红、绿、蓝, 三种颜色。 那这幅相里面呢, 的红色, 就是这个, Hα, 我们叫做, 叫做Hα的emission。 如果有读过CAM的化学, 就可能会听过这条, 这条发射线。 那就是, 就是一个原子, 一个轻的原子。 那它呢, 那些电子, 围着它旁边转的电子, 就由第三条轨道跳到第二条轨道, 就会发出一粒光光子出来。 那这粒光子就是Hα。 那另外呢, 绿色呢, 就是仰三的一条发射线。 那蓝色呢, 蓝色呢, 就是, 蓝色就是一个, 其中一个Optical filter, 是B-band, 就是, 是蓝, 蓝色, 颜色的, 铝镜, 拍出来的。 所以呢, 你看这张照片, 其实你会发觉, 这个显星上星云, 它的化学成分的分布, 是非常之, 複杂的。 因为你看到绿色, 就是绿色啦, 两边啦, 是不是? 两边绿色是仰三, 你看到仰呢, 差不多是很均匀地分布在整个星云自重。 但是呢, 刚才所说的轻呢, 就好像分布了一个啞铃, 或者苹果心, 我喜欢苹果心多一点, 苹果心的形状。 另外蓝色, 就是比较离慢的, 比较离慢的光源。 所以呢, 就是我们由一幅相, 其实已经可以得到很多, 关于天体的资讯。 那么, 行星上星云呢, 就是更甚。 那么呢, 因为我们, 如果我们可以这样拍得到, 一个这么大幅相, 出来的行星上星云, 的话呢, 代表这个行星上星云, 其实在我们的, 我们本身的银河系里面。 那么呢, 其他银河系呢, 都有行星上星云, 一样有不同各式各样的天体, 但是呢, 因为太远了, 离开我们, 所以我们没有可能把它分辨到, 这么漂亮的一幅相出来, 我们的望远镜是不够厉害, 人类的科技还未发达到, 可以拍到系外, 星系的星云。 那么, 所以这些星云呢, 全部都在银河系里面。 那么, 这个, 雅庭星云呢, 大约多大呢? 这一幅相, 就是大约是, 12乘12这个, 这个, 国分, 国分, 就是, 如果有读过数学, 就是, 可能会听过这个, 这样的名词, 国分, 我们转回来做, 这个, 这个, 度数的话, 就应该是, 国分, 六十分之一, 五分之一度左右, 是的, 这个是五分之一度, 就是, 如果你看上天, 拿个两脚去量度的话, 就是五分之一度左右, 这个, 这个, 这个已经很大了, 另外, 一会儿, 给你看看, 就是最大的, 更加漂亮, 先讲一下历史, 那, 行星葬星云的研究, 最早就是由, 这位先生发现的, 这个就是, Messier, 梅西, 梅西尔, 中文就是, 那么, 他就是, 18世纪的人, 那么, 他是一个天文学家, 那么, 他就是, 第一个呢, 将这个天上面不同的, 黎曼的星云, 分了, 做, 应该不是分, 应该是, 将它归纳, 成一个表, 那么, 有一百一十个不同的天体, 那么, 一百一十个天体, 就是现代, 我们叫做, Messier Objects, 就是M Objects, 那么, 叫梅西尔天体, 那么, 这些天体, 因为他当时, 你看看, 他是18世纪人, 那么, 望远镜, 没有那么发达, 的科技, 所以, 其实, 你看到, 他当时看到的影像, 就绝对不会是那么漂亮的, 一幅幅相, 那么, 你看到, 这些天体, 一百一十个, 其实是包含不同种类的天体, 我刚才所说的那个, 雅灵星魂, 就是M27, 就是第27个梅西尔天体, 就是这里, 这一格, 这一格, 看到的苹果心, 但是, 其他呢, 有些是, 一团团一点点的, 另外, 有一些, 一看就知道, 整个银河系, 是这样的, 因为呢, 就是因为当时, 他的望远镜不够, 不够漂亮, 所以他以为, 这些都是, 一些星魂来的, 但我们现在现代, 就发觉, 就是用更加, 更加高清的望远镜, 拍出来的照片, 就说, 喂,不是了, 有些呢, 其实是细外的星体, 那有些呢, 譬如一点点的这些, 这些就是这个, 扣状星团来的, 这就不是星魂, 那另外呢, 他真的有一些, 真的拍到星魂, 譬如, M27, 就是行星座星魂, 那另外, M27, 也是这个, 指环星魂, 我不知道中文是否指环星魂, 叫做Ring Nebula, 那另外, 有些呢, 譬如, 这几个, 聶火座星魂, 这些呢, 就不是行星座星魂来的, 这些是一些离弯的气体, 那就, 所以天上面呢, 就有很多角色各样, 不同的种类的天体, 那这个梅西二先生呢, 就, 归纳成这个表, 那现代呢, 就是观星的, 发少友呢, 就很喜欢, 去拍这些, 这些天体的, 那特别是星魂, 因为拍出来很漂亮, 那因为, 而且也都, 为什么喜欢拍这些, 星体呢, 就是这110个呢, 就是因为, 这110个是, 清楚到, 连在18世纪的时候, 被人发现了, 所以, 相对来说, 就是, 比较容易观察的,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 都可以, 找一下双方的资料, 去, 尝试一下, 去, 用望远镜去找一找, 那去到这个, 这个, 19世纪的时候, 科学就越来越发达, 越来越多人, 就去观察这些, 限星状星云, 当然, 在那时候, 都还没有一个, 科学界还没有一个, 定论, 就叫做, 什么叫, 限星状星云, 他还没有一个, 很确切的, 科学的定义, 这位先生, Huygens, 这个科学家很出名, 他就发现了, 在这个, 限星状星云里面, 就有某些发射线, 就是没见过的, 那什么发射线呢? 刚才都说过了, 我现在和大家简单解释, 就是, 当你, 当你一些光线, 穿过一些气体的时候, 某些光, 就会被这些气体吸收了, 吸收完之后, 就会激发了这些气体, 那些气体激发完之后, 它就会为了, 即是气体不喜欢被人激发的, 你给他一些能量, 他不喜欢, 他就会把那些能量放出来, 那他就会把那些能量放出来, 这叫做, 就会放光, 放出一些光, 那些光, 就来到地球上面, 就被我们科学家观察到, 就发, 因为不同的气体, 发出的光都不同的, 所以, 我们就可以用这些光谱, 去辨认, 很遥远的星球上面, 有什么种类的化学成分, 但是, 大部分的化学成分, 在当时, 19世纪都已经辨认了, 但是, 这位Huygens先生, 就发现, 有某些发射线, 是完全, 在地球上面, 是找不到的, 所以, 他就给了个名字, 这些发射线, 就叫做, Lebelium, 就是星云, 星云元素, 不知道怎么说, 总之就是Lebelium, 他以为是新种, 新品种的元素, 这个猫眼星云, 就是他当时, 做了这个观察的时候, 找到, 他所谓的Lebelium, 那个行星状星云, 这个是, 在梅西尔天体表里, 是没有的, 他的编号就是NGC6543, NGC是New Generation Category, 这个猫眼星云, 就是非常漂亮的, 很多人都喜欢去观察它, 这张照片是一样的, 我可以跟大家研究一下, 这张照片, 你看到呢, 一样是三色组成的, 红蓝绿, 三种色, 在这张照片里面, 红色, 一样跟刚才, 都是敲出一张α, 因为我们研究这些, 天体的人, 比较喜欢去观察Hα, 这条线, 这条线很光, 当然是有某些物理的原因, 令到这条线是非常光的, 所以, 就比较容易去辨认, 我们就很喜欢用Hydrant Alpha这条线, 就去代表这些部分, 是有很丰富的氢元素在, 你不一定要用Hydrant Alpha, 你可以用其他线都可以, 只要是氢发出的光就可以了, 只不过这个Hydrant Alpha比较光, 是这样的, 在这张照片里的绿色就是氮, 你看到它的分布很有趣, 就是螺旋的纹, 这张照片里面是2D的, 但实际上这张照片是三维的, 你可以想像到, 这些螺旋的纹, 这些氮的纹, 其实这个椭圆形的环, 其实是否很像一个圆形的环, 但是你是打側了来看, 所以这些猫眼星云, 我们怀疑, 天文学界就怀疑, 它是一个, 我们叫做bipolar的structure, 就是有两极对称的东东, 就不是一个环来的, 只不过我们觉得它是一个椭圆形的东西, 是因为打側了来看的, 一会儿我们也会说到的, 另外呢, 蓝色就是, 在这张照片里面, 蓝色就是羊, 所以你看到羊的分布, 和淡, 和轻的分布是非常之不同的, 羊就是在中间, 在非常之中间, 如果你放大来看的话, 其实这张照片外面还有某些结构, 只不过太, 如果你拍到外面的结构, 那些结构太暗了, 如果你要拍到这些结构的话, 就要曝光很长的时间, 中间这里这么漂亮的猫眼, 就看不到, 因为整张照片就爆了, 有拍照的人都知道, 如果曝光很长, 光的地方就会爆了, 另外呢, 红, 红, 绿, 这三色呢, 有什么特别呢? 就是通常呢, 红色呢, 就会用来, 放一些能量, 激发的能量, 比较低的元素, 的地方, 因为呢, 因为呢, 蓝色呢, 就是你好像煮食一样, 蓝色火热一点, 还是红色火热一点, 蓝色火热一点, 那又一样, 照这个传统呢, 就是蓝色的地方呢, 就代表能量高一点的地方, 比较热一点的地方, 所以, 所以, 很合理地, 中间比较热的, 因为, 因为行星藏星云呢, 为什么会发光呢? 其实就是因为呢, 它中间有一颗星, 中间, 这颗星其实不是一颗星来的, 已经死了的了, 这颗星叫白矮星, 但是死了, 它还是很热的, 那又不断放出能量, 那些能量就打中外面的气体, 令到气体发光,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 激发的机制, 那, 那, 到1922年呢, 我们还没明白, 天文学家还没明白这个, 行星藏星环是怎么发光的, 就是我一坐在那里说给你听, 你就明白了, 哦,原来是中间的星, 但是当时呢, 是不知道的, 那么呢, 有一个很出名的天文学家, 叫哈勃, 应该很多人都听过他的名字, 是不是? 因为我们有一支太空望远镜, 叫哈勃太空望远镜, 就是用他的名字来明白的, 就是可能你没想过, 原来是这样的, 哈勃很厉害的, 哈勃是天文学家, 另外呢, 他是大学的时候, 就是拳击比赛的冠军, 另外呢, 他是读过法律的, 他法律也是, 就是用非常之高的成绩去毕业的, 所以哈勃是一个这样的人, 你看到他的样子, 你也看到他, 就是串串的, 是不是? 哈勃就发现了, 他就发现了一个相关, 他就发现, 如果中间的粒星越光, 这个行星状星云就越大, 所以他就施移中间的粒星, 就是行星状星云发光的能量来源, 为什么呢? 因为, 如果粒星越暗, 就是他给出的能量越少, 是不是? 就是说, 如果有些尘埃, 是很远的, 在离开的星云很远的, 那些光就不够能量去激发这些, 这些尘埃了, 所以你看下去, 那个行星状星云比较小, 是不是? 那如果粒星热一点, 那放出能量多一点, 多一点的话, 那些能量就可以, 就是, 去到比较远, 离开中间粒星比较远的地方, 激发到比较远的尘埃, 那所以呢, 你看下去, 整个星云就比较大了, 那哈勃就发现了这件事, 那当然他, 就是他看的, 技巧呢, 都是用那些叫做, spectral analysis, 就是, 看这些线, 这些光的线, 这个是原子, 原子有不同的轨道, 激发了之后呢, 他就, 一边只要跌回到低层的轨道, 就会放出一些光了, 他就看这些光, 和比较中间粒星的光度, 那可能你说, 那你怎么知道, 中间粒星, 哪一粒是中间粒星? 那好像这个这样, 一眼就看得出, 这粒肯定是中间粒星, 是不是? 就是肯定是关, 不是肯定关的事, 是你很肯定, 如果这个星云, 中间有一粒中央星, 去给它能量的话, 就肯定是这粒, 是不是? 但是有些不是的, 比如在这里, 你怎么知道哪一粒是, 是不是? 就是中间就, 应该是这个位置, 叫中间, 是不是? 中间, 好像有一粒星在那里, 但是不一定是他的, 可能是旁边那些, 因为这些星星是, 就是你看到那些星星, 好像在同一个平面上, 其实这些星星是有远有近的, 只不过拍照的时候, 拍照的时候, 好像在同一个平面上, 那你不知道哪粒星是中间粒星, 所以这个方法就, 不是太过准确的, 因为你不知道你量的那粒星, 是不是真的是中间, 行星上星云, 那粒中央星, 那么呢, 去到, 以后了, 四年之后呢, 就另一位天文学家, 这个叫Manzo, 这个天文学家, 他就用这个, 成功地用这个原子的理论, 就是用这个模型, 就去找出了这个, 就是做了一个结论, 说出了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星云呢, 如果是由中间星去给, 做了中间星去给能量的话, 我们看到的这些, 这些这么漂亮的结构, 的颜色呢, 就是来自一个叫做, 中间星发出的, Limon Continuum的能量, 被它吸收了, 接着再放出来, 这个是什么叫Limon Continuum呢, 就是Limon Alpha, 就是这一条, 这条线, 就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个原子的结构里面, 中间那粒是核, 外面呢, 就是你想像地球围着太阳转的轨道, 那些电子在那里转, 越高的电子, 就是它如果去霸展这个轨道, 是越远的, 能量就越高, 那当它跌下低能量的时候, 就是要跳楼, 是吧? 你在IFC顶楼跳下来, 是不是写得比, 你在三楼跳下来, 是吧? 那是一样道理, 你高一点跳下来, 你放出的能量就多一点, 就是你想像你跳楼, 那声声大一点, 响一点, 那么呢, 这些这样的, 这一个呢, 如果它是由某一层, 跳到底层, 这个我们就叫做, Lyman的Series, 即Lyman是一个人名来的, 总之这个Series, 里面的光, 有一部分就是紫外光来的, 但是, 只不过呢, 就是它跳到最底层, 所以它的能量高一点, 这个原因, 能量高一点, 这些光呢, 就会, 当它发射出去, 这些这样的声纹的时候, 就会被声纹里面的这些原子吸收了, 吸收了之后, 它就会, 因为, 同能量, 比如, 我这个能量的光, 是由中间声泛出来的, 它的能量就刚刚好是, 就是IFC100楼, 和地下那层的能量差, 那么, 那么巧呢, 打中了这粒原子, 那么巧呢, 有一粒电子就在地上, 那它就会吸收到这个能量, 就跳到高层那里, 就是跳到100楼, 但是当它放出光的时候, 它就未必会直接跳回地下, 它就会可能逐层跳的, 它可能就在100楼, 跳到99楼, 然后跳到50楼, 然后慢慢跳下去, 你怎么跳都可以的, 那么呢, 因为, 100这个差距, 比起50, 这个差距, 是不是50小一点, 所以呢, 当它跳到50楼的时候, 放出来这粒光的能量, 就不会是它原本吸收了, 那粒中央星, 发出来的那粒光的能量, 是会少一点的, 那么就会, 所以它就会, 这些星云, 就会将中间声很热, 很光的那些能源, 转变为一些比较低能量的光子,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 它有不同的颜色, 因为不同颜色, 就代表那粒光的能量不同, 那就是, 这两个科学家, 就在1922年那时发现的, 这些东西, 那就是, 这个原子模型, 都是, 当时来说, 都是所知不久的, 这个原子模型, 是, 这个, 科学家, 在20世纪初的时候发现的, 所以呢, 他们是比较很前缘地, 用了, 当时是很先进的, 科学理论, 去解释这些东西, 那当然, 在现在, 就是一个中三中二的学生, 一旦都会懂得, 这些原子理论, 因为本化学, 的教科书有教, 对不对, 那好了, 那去到, 最后期了, 那就是, 这个, 叫做Sentra, 我不知道读得对不对, 那个名字, 这个科学家, 我找不到中文译音了, 的科学家, 那他就, 可以, 好, 可以计算得到, 这个, 中间星的能量, 或者这么说, 他计算得到, 有方法去计算, 中央星的温度是多少, 那, 这个很重要的, 我稍后会告诉你, 为什么这么重要, 首先解释给你, 为什么会计算得到, 就是他发现了, 一条公式, 这条公式, 那这些公式, 这些符号, 你不用理它了, 总之就是什么意思呢, 这条公式就是, 原来这个中央星的, 放出来的光的, 能量是多少呢, 就是跟某一些, 某一些, 你观察到的光谱线, 的光度, 成正比的, 那这些光谱线, 就很容易可以观察到的, 刚才所说的那些, 就是比如这些Hβ, Hβ就是, 就是这一条线, 刚才我一直在说, Hα那条线, 红色那些, 就是这条, 这条线, Hβ就是这条线, 高一层横跳下去, 这条线, 那我观察到之后呢, 我就可以, 很简单地计算到, 用这条线, 计算到, 中央星的温度, 那他发现了一件事, 就是原来, 中央星的温度是非常之高的, 是高过我们太阳的温度, 我们太阳的表面温度呢, 大约是六千度, 这些中央星的温度呢, 下下去到十万度的, 那表面温度, 所以呢, 他就知道, 行星上星云的中间那粒星, 就是这些, 就不是普通的星来的, 就不是一般我们所说的那些星星, 那些太阳, 就不是, 因为那个温度差太远了, 没有可能会有这么高温度, 表面温度的太阳存在的, 那呢, 另外呢, 他发现了些什么呢, 就是他发现那些, 那些, 原来呢, 就不是, 就不是, 所说的那样, 是一些新的元素来的, 那些, 那些, 只不过是, 一个氧离子, 它发出来的某些, 发射线来的, 那这些氧离子, 这些发射线呢, 在地球上面就是观察不到的, 所以呢, 这位Hilgans才会以为, 他发现了些新的元素,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些发射线, 就是很复杂的, 这些分子, 就是原子的结构的理论, 那些发射线呢, 刚才我所说的, 就是怎么发射出来的, 那些光, 就是电子跳楼, 对不对, 跳楼高跳下来, 但原来有一个规则的, 有一个规则的, 那么呢, 它不可以由某些层数, 跳到某些层数的, 就是这样解释好像不是那么好, 比喻讲得好一点就是, 这座原子的大厦呢, 每一层呢, 都会有其他的房租给人的, 那么呢, 他跳的时候呢, 就是他由十楼, A座, 跳下去呢, 他就不可以跳到九楼A座的, 他就跳到九楼B座的, 是的, 这些很复杂的规则,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的, 总之就会有的, 这些规则, 那么呢, 在地球上面, 为什么我们看不到, 就是因为地球上面, 这些原子会遵守这些规则, 那么我们就看不到这些, 就是他由十楼A座, 跳到九楼A座的这条线, 我只看到他跳到B座, 旁边座的那条线, 看不到,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地球上面, 我们有一个起压问题, 因为起压我们太高了, 那这些这样的线呢, 不是说不行, 只不过呢, 发生的机会很小, 就是说呢, 逢是见到一粒电子, 由十楼A座跳下去, 你有一亿次之中, 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万, 九千九百九十九次, 他就是跳到B座的, 他不会跳到A座的, 但是他有一次, 始终有一次, 他会跳到A座, 那么, 因为地球上面呢, 我们实在太多, 就是我们的气压太高了, 那么当我们未观察到第一亿, 就是这个一亿分之一的机会, 这一次跳跃的时候呢, 之前, 这个原子呢, 激发的原子呢, 已经被大气层的气体, 其他的过程呢, 去影响了, 所以我们就在地球上面的实验室, 永远都不会见到这些线的, 这些光的线的, 所以这个科学家才会以为它是新元素的, 那么, 这个Sensura呢, 就成功地推测到, 这个不是新元素, 这个是氧离子的, 一些地球上面, 看不到的发射仙来的, 那么, Bama Sirius就是下面这个, 这个是真实的照片来的, 这一幅, 在实验室里拍的, 那么, Bama Sirius就是, 说的是, 一幅电子, 无论由几个线跳下去都好, 只要它跳到二楼的, 我们就叫Bama Sirius, 那么, 理论上呢, 就有无限条线的, 那么, 当然了, 就是因为, 刚才所说的, 你两层楼相隔越高, 你跳的时候呢, 你放出能量就越多了, 对不对? 那么, 你越高, 就是你从越高的轨道跳到二楼, 你放出来的光, 能量就越强了, 那么, 所以你看到这些线呢, 由红色, Hα, 红色是能量低一点的, 好像火一样, 刚才那个比喻, 你看到吗? 你的火, 火的温度低一点就红一点, 温度高一点就蓝一点, 所以Hα就比较红的, 接着一边偏蓝了, 见到吗? 浅蓝, 接着又深蓝了, 但为什么它没有了呢? 就是拍不到出来呢? 因为, 它已经进入了紫外光的波长了, 我们就拍不到, 这个就是巴曼系列。 那么, 这个限星状星云的研究, 就是大约, 据你所说, 由18世纪发现, 由梅西尔发现了星云之后, 一直到20世纪, 都还没有一个定论, 究竟, 为什么会有限星状星云呢? 为什么行星状星云, 应该这么说, 是比较特别的一种星云, 跟其他我们在银行系里面发现的, 离弯星云是不同的呢? 他还没有知道为什么, 而且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 那么, 我们科学家主要是用三种方法, 去研究行星状星云, 第一种就是最简单的, 拍照, 就是你看到一幅星云, 你就拍照, 对不对? 那你用一间不同的类镜去拍, 你就会知道, 在行星状星云的不同地方, 有不同种类的元素, 像这幅图那样, 这个是红外线的相片, 这个是相片, 这个不是画, 好像画到一幅画, 用纳笔画画出来的, 这个不是, 这个是相片, 这个也是相片, 这幅相片的分别就是, 这个是红外线, 这个是可见光, 这个是红色波长的可见光, 就是红色的光, 黑色的地方就是红色来的, 你想像吧, 自己想像一下, 就像你晒相片那样, 底片是黑白的,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 科学家用不同的类镜去拍照, 拍出来的相片就会是不同的波长光的相片, 那么它就可以比较到, 这张相片之中的分别在哪里, 比如, 这个是A21, 这个星云叫做梅道沙星云, 梅道沙, 有没有看过神话星座? 梅道沙的头发是蛇来的, 看着眼睛就会变成石, 那些科学家觉得, 就是天文学家觉得, 这个星云像他的头, 所以叫梅道沙星云, 总之就是一个星云, 都挺像头发的, 挺恐怖的, 那些头发, 你发现, 可见光拍出来的相片, 和红外线拍出来的相片是不同的, 红外线是中间比较光的, 你看到红色中间那一达, 当然绿色也是, 整个都比较光, 但可见光就是, 只是在一些, 即是好像头发这些, 施状结构, 才比较光, 所以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因为红外线的能量是低一点的, 可见光的能量是高一点的, 所以你就知道, 由这些相片比较, 你已经知道, 哪些地方的温度是高一点的, 在施状结构的温度是高一点的, 可能这些施状像头发, 我不知道, 这是第一个方法, 就是拍照, 第二个方法就是做什么呢? 就是拍照, 不过就不是用普通的相机拍照, 就是用一些我们叫做spectrogram的方法拍照, 拍一些光谱出来, 就是以下这些, 拍出来就不会, 即不是这张, 这张是相片, 我们将这张相片拍出来, 这个是其中一个限量星环, 叫做NGC6781, 转眼都会有一些比较清楚的相片, 那我们就将某些, 将一些, sorry, 将一些, 仪器, 对准某些位, 接着曝光, 那我们就不会拍到一张, 就是好像这么漂亮的相片出来, 因为我们只是看某一部分, 很小的部分而已, 那我们就将那些光, 就用个分光器, 其实是做什么呢? 你自己都可以做的, 你用个电筒照, 照着三菱镜, 那就分光了, 是吧? 做同一样东西, 但是因为这些地方, 就是这些地方放出来的光, 不会是白光来的, 因为它白光, 那个发光的机制, 跟这个发光机制不同的, 对不对? 这些白光发光机制, 不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些激发, 电子激发, 所以, 你放一个三菱镜在那里, 你看出的光, 就不会是很均匀的彩虹色, 红橙黄浪青蓝纸, 不是的, 就会某些颜色, 就比较突出的, 那这个叫光谱, 那我们看到这个光谱之后, 就会知道, 那光点突出点那条线, 我们只要对比在实验室里面做的实验, 看看哪一种元素会发出同样的光, 我们就知道, 在这个位置有什么元素, 这个是很准确的, 知道在这个星云某一个位, 会有什么化学元素的方法, 叫光谱, 那第三呢, 当然是理论计算, 第三个方法, 就是我不理, 就是不是不理的, 有些科学家就喜欢观察的, 有些就喜欢自己, 埋头虎缸在那里计数的, 那当然, 他计数的那些数, 他基于什么准则呢, 就不是他发梦, 他昨晚发梦, 报梦, 我爸爸报梦给他听, 应该你这样算就可以了, 不是的, 不是周公报梦给他听, 他是根据, 其他的科学家观察到什么呢, 他就想一个理论模型出来, 这个理论模型可以符合到这些观察数据, 这个研究方法就叫理论天文的研究方法, 大部分都是基于这些三样的研究, 那在这个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我们科学家就相信, 当时的科学家就相信, 这个星星是由高温演变去低温的, 就是说一粒星, 一粒星是不会永恒的, 虽然我们说星星是行星, 永恒的行星, 但实际上它不是永恒的, 一粒星的寿命是有限的, 短命的那些大约是几千万年, 几百万年都有, 长命的那些就一百亿, 二百亿年, 有些就更加长命, 所以呢, 我们很早已经知道, 星星的寿命是有不同的, 那我们就不知道究竟, 那我们看上去天上, 有些星星就比较光, 比较热, 有些星星就比较暗, 比较懒, 那我们怎么知道, 这两个星星有什么关系呢? 当时科学家就只不过是估计, 哦, 那就好像一堆火一样, 那你开头的时候, 柴火就烧得很烤的, 烧得热一点, 那越来越, 它就越来越冷了, 所以呢, 就以为, 噢, 这些星星就很简单, 由高温变成低温的, 那呢, 科学家为了方便研究, 那就发明了一幅这样的图, 这一图叫客乐图, 是某些科学家, 即是用它的名字发明出来的, 所以就用它的名字来做这些图的名字, 你不用管它了, 它在这里做的什么呢? 其实就是说, 左手边这条轴呢, 就是颗星有多光, 下面这条轴呢, 就是颗星有多热, 就是温度有多高, 那我们每颗星呢, 都可以量到这两个数据的, 是吧? 很简单的, 这个有多光, 你就量一下, 看一看就知道有多光, 是吧? 有多热, 刚才所说的, 用Sentra的方法呢, 就可以大约估计到, 有多热, 但是当然是不准的, 那你就可以想象, 这幅图是现代画出来的, 就是当时的图是更加不准的, OK? 那我们就发现, 我们发现, 就是, 星星呢, 我们看上去一点点的星星呢, 主要是分布在这条斜线上面, 这条斜线上面, 另外有一些就是分布在其他地方, 那这些分布在不同地方, 这条斜线上面的星星呢, 有不同颜色的, 对不起, 有不同温度的, 那些科学家就以为它是由, 那些星星是由这一边, 演化成为这一边的, 那但是, 那就发现, 不行啊, 如果根据这个理论的话, 根据这个理论的话, 那么, 我们发现的, 行星状星云, 就应该是, 黏着一些年轻的星星, 对不对? 因为, 刚刚所说, 我们发现, 行星状星云中间的那颗星呢, 是很热的, 那现在你说, 喂, 星星是由热, 演变成冻的嘛, 那我们一看, 我们太阳都知道, 太阳是六千度, 但竟然有些星星是一万, 二万,十万度的, 这些行星状星云的中间星, 都是这些星星来的, 那就是说, 行星状星云是比较年轻的, 天体来的, 对不对? 他当时就是这样认为的, 那这个科学家, 这个科学家, 就质疑这个理论, 那他就发觉, 这些行星状星云, 在天上面的分布, 分布的结构, 就是跟年老的星星比较吻合, 就是说, 我们发觉, 行星状星云出现的地方, 他附近的星星, 都是比较老的, 那是跟这个理论, 就是, 违背了, 相反了, 因为, 如果你说, 这些星星是由, 越年轻就越热的话, 那, 但是行星状星云, 我们发现, 是它黏着热的星星, 那就是它是年轻的东西来的, 那我们发现, 真正的观察, 发现结果就不是这样, 我们发现, 行星状星云附近的星星都是老一点的, 那究竟行星状星云是老的天体, 还是年轻的天体呢? 那它就主张是老的, 比较老年的天体来的, 那它就, 它发现的行星状星云就是, 就是其中一个, 它研究行星状星云就是这个, 这个叫做, Little Dumbbell Nebula, 就是细瓦灵星云, 就是细瓦灵星云, 我也觉得它不像瓦灵的笑蝴蝶, 那这些照片呢, 就是当时没有这些这么漂亮的照片, 对不对? 但是它就研究, 这些行星状星云附近的星星, 那它就发现, 是比较老的, 老的星团来的, 那么去到, 去到再之后几十年, 1956年, 就有一个科学家, 叫做不懂读的名字, Solovsky, 是的, 他就说, 这些星星应该是, 它的中央星不是一颗正常的星星, 是一颗白矮星来的, 是的, 那么理论, 白矮星的理论, 其实是去到20世纪的中期, 才慢慢去建立出来的, 所以在它的年代, 它是不知道原来, 就是这一堆星星叫白星, 这些是普通的星星, 不知道的, 它们, 慢慢去到1960年, 1970年的时候, 就行星云, 那个理论的形成, 就比较完善了, 那大约是怎样的呢? 这个就是, 我知不知道读的那个科学家, Solovsky, 那名是俄罗斯人, 是的, 他就发现了一条, 一个这样的关系, 就是这个关系是什么呢? 你不需要, 不需要太着意在这些公式上, 这个关系就是告诉你, 它某一个波段, 放出的能量, 就是跟它的距离, 和它的大小有关, 那其实很合理的, 你想象, 对不对? 我远一点, 我接收到的能量就少一点, 是吧? 如果那个行星云的大小是小一点, 那我接收到的能量就少一点, 是吧? 那当然呢, 可能它小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远, 这两个, 就是这个因素, 这个大小, 和距离, 都是有关系的, 那么它就画了一些表, 你又不需要怎么理它, 这个表不是它画的, sorry, 这个表是国生画的, 是的, 就是在讲这一条公式, 那么它就可以由这里得知, 这些行星云距离地球多远, 那就很确切地, 就将它和那些年老的星星, 的星星群拉上关系, 所以就很肯定, 这些行星云就不是年轻的产物来的, 是一些比较老的天体来的, 那么, 去到这个科学家, 这个科学家刚刚过生, 过生五年, 他又不懂读, 他的名字, 他就找到一个理论, 就是符合观察的结果, 他有什么理论呢? 就是说, 这些行星云, 其实不是来自普通星星的产物来的, 先说一下, 行星云是陈埃, 这些陈埃是怎么来的呢? 那你就想象, 他想象, 会不会是那些星星, 将自己表面的陈埃, 抛出太空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没有限制, 这些行星云星云, 他想象, 他的前身, 那颗星星是怎么样的? 那颗星星光一点, 或者暗一点, 大一点, 或者小一点, 他都可以去进行这个, 将他本身的陈埃, 抛射出来这个过程, 对不对? 那当然, 有些限制, 太小的也不行, 太重的也不行, 当然有些限制, 但是, 这个科学家就发现了, 他就说, 不是, 但是, 这一行星云, 全部都是来自一种, 某一种星体, 我们叫AGB star, 你不需要理会什么叫AGB, 总之就是, 某一种星星, 而那一星呢, 是很特别的, 它是会不断地膨胀收缩, 膨胀收缩, 在这个过程, 就会很轻易地将它本身的质量, 就抛射出来, 就变成行星云, 那么这个图呢, 是刚才这个下落图来的, 这个图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没有那么色彩丰富, 对不对, 你在科学期刊里看的都是这些图, 你不会看到这些, 那么, 这些图就, 虽然很噁心, 但是很有价值, 是什么呢, 这些是一些数据来的, 这些十字符号, 是那些限星状星云, 在这幅图上面, 点的位置, 那么这条线就是它理论计算出来, 它理论计算出来就是将它用电脑, 那时候也有电脑, 我不知道它是用电脑, 还是用手计, 应该用电脑计算的, 用电脑计算出不同重量的星星, 它会在它的温度和光度会怎么变化, 它就发现AGB这只星的光度和温度的变化, 就会穿过这些限星状星云的数据点, 所以它就认为这两者是有关系的, 最终当然是它对, 我们现代的理论模型都是这样的, 我们是说, 星星有不同的温度, 有不同种类的星星, 但是呢, 其实这些不同温度的星星本身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不会说是由热一点的星星演变成冷一点, 或者冷一点演变成热一点, 而是我们一颗星星旦生的时候, 它已经有不同的温度了, 原因就是因为它有不同的重量, 它有不同的质量, 越重就越热, 你可以想象, 就是一颗星星会发光, 其实是因为它自己自身的重力, 将它本身的质量向中间压, 就好像气球那样, 你压它就会热一点, 就是压力煲, 煮饭压力煲, 为什么压力煲煮饭? 你用压力压它, 温度就提升了, 这条是气体定律来的, 是中学物理会学的, 总之就是这样, 那你重一点, 重力就大一点, 重力大一点, 你压下去的压力就强一点, 强一点的时候, 它不是完全是因为气体的压力, 而导致它这么热的, 因为它压下去的时候, 它令到原子温度高, 所以它可以进行一些比较高能量的, 放出高能量一点的核子的反应, 所以它放出能量就多很多, 那这些冷一点的星星就是比较轻的, 我们的太阳就是一粒不是太冷又不是太热的行星, 在这个位置, 但是这些星星是, 你可以这么说是兄弟来的, 它们不会互相演变成对方的, 但是它们会各自去演化, 就是各自大家去露, 那如果跟太阳差不多重量的星星呢, 理论的计算的结果就是, 它会最终会越变越大, 我们的太阳会越变越大, 大到可能已经那个尺寸可以吞没了地球, 去到地球轨道这么大的一粒太阳, 可以的, 去到那时, 这一太阳就不再在这个星群里面那些年轻的星星, 那一堆, 它已经连老了, 就离开了这个星群, 我们叫它为巨星, 不是舞台上的巨星, 是很巨大的巨星, 因为它变大, 它变大, 它表面的温度就会下降, 下降就会变得比较红色一些, 所以叫红巨星, 那它变成红巨星, 它就会不断地进行一些, 某些反应, 你可以想象, 它膨胀了, 你膨胀了, 是否你的温度低了, 温度低了, 那你就不会膨胀了, 因为热胀难缩, 那它缩回头, 那缩回头, 那缩回头, 然后热胀就要热了, 那它又膨胀了, 那这个过程就是一个, 不断地收缩膨胀的过程, 就会将一些太阳上面的物质, 就抛射到宇宙外面, 那大约就是这个, 这个是我另一个talk 里偷出来的slide, 那我们的太阳, 你可以想象, 这个是太阳, 我们的太阳就是一个核弹来的, 它中间就会燃烧一些核原料, 在中间, 那我刚才说, 表面的温度大约是6000度, 但是在核心的温度大约是100万度, 超过100万度, 才可以进行这个核反应, 这些能量就是沿着箭序, 在一个中心, 中央的地方就向外流失, 越去外面就越冷, 所以就中间热一点, 外面冷一点, 那这个就是那个核反应, 连锁反应, 你不想看的, 对不对? 总之呢, 就会有些左反应出现, 放出能量, 那这些能量就会, 为何我们的太阳就会这么稳定呢? 就是因为它放出能量的时候, 这些能量就向外推出气体, 那气体就有气体压力, 那这个向外的压力就和这个太阳本身的重量, 那个重力抵消了, 刚好抵消, 那所以呢, 太阳就很稳定一个波, 又不会变大, 不会变小了, 那但是在五十一年之后, 大约, 不用怕的, 到时候我们已经死了了, 那五十一年之后呢, 那中间的核燃料呢, 就会用尽了, 用尽之后,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呢? 用尽它就不会再发热了, 它不会再发热的话, 那它就没有任何的力量, 可以抵挡它本身的重量了, 那所以太阳就会收缩, 那收缩的时候呢, 就是你收缩嘛, 但是因为它冷了, 因为它没有任何的能量发出来了, 它外面那一层呢, 就是它里面那一层就会收缩, 但是收缩之后呢, 因为热脏冷缩的关系, 它又会产生一些很少量的, 就是剩下来的氢呢, 就是剩下来的核燃料继续去燃烧, 那放出少少能量, 那少少也很多, 相对于它之前, 那五十亿年发出能量的很少, 那它就会将外面那层气体向外推出去, 那所以就变得很巨大, 在这个时候已经吞了地球了, 那就变成了红巨星, 那红巨星一直盘胀收缩, 到很后期的时候呢, 这些核燃料, 为什么不断来到这些核燃料呢? 那它中间呢, 中间那个核呢, 就是因为顶不住, 它没有了气体压力, 帮它顶住重力, 重力太强了, 它中间这个核心呢, 就会燃烧第二只核燃料, 那燃烧第二只核燃料, 那就继续发光了, 开始发光了, 但是因为外面呢, 就已经抛离了, 它本身中间那个核心范围了, 那外面呢, 就各有各燃烧, 就是外面就烧它原本那只燃料, 就不需要那么高温度都烧到的, 里面烧第二种核燃料呢, 就要高温一点, 那所以这一颗星呢, 中间和外面是不协调的, 它的温度, 就是它的能量放出的速率是不协调的, 那就会导致我刚才所说的, 不断地膨胀收缩, 膨胀收缩, 这个过程, 那外面那几层的, 就是外面很多层的质量呢, 就会被它抛了去外面, 就是抛了出去外太空, 那这一颗星呢, 它有这个抛射质量的过程, 的星体呢, 我们就叫做AGB星星, AGB行星, 没有中文的, 你不用帮我译的, 我也找不到中文, 总之就是AGB, 这个行星变成, 这个行星, 这个行星变成, 这个行星变成, 行星撞星云的, 大致上的过程呢, 就去到这个时候呢, 都大约了解的了, 但是呢, 还有些迷团, 即是未解开的, 比如就是, 很早的那些, 很早的那些, 我先弄走它, 很早的那些那些, 里面, 你会看到, 这些, 这些位置, 即是为什么, 如果它是不断地抛出来的质量, 很单纯地抛出来的质量, 可能你不会看到这些结构的, 是不是? 它是个波来的嘛, 中间的太阳, 是不是? 你不断地抛出来, 你应该是一层一层, 一层一层, 或者是很连续的, 一堆质量, 慢慢去外面, 去越来越离慢的, 一个, 一堆塵埃来的, 你就不会看到这样的结构, 即是中间有一些, 中间有一些线条, 即是这些线条是什么呢? 就是很明显, 在这些线条, 那里的, 化学成分, 和别的位置是不同的, 即是说, 它有某些特别的方向性在这里, 这些结构, 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如果你是就这样, 一粒AGB行星, 不断地抛射质量出去, 你是解释不了的, 那, 就, 就是很, 就是很厉害, 我们香港的一个, 一个教授, 就想到一个解释, 这个教授就是, 现在香港大学的, 理学院的院长, 就是国新教授, 是1978年, 想出来的, 就是这篇文章, 就令他成名了, 那现在, 他刚刚今年, 获选为这个, 国际天文学会的, 副会长, 其实是很大的新闻来的, 但是, 在《明报》呢, 就在, 在E的, 不知道E10那里, 又有一格仔, 就是, 如果你是, 换转是外国的话, 已经上了头版了, 就是, 我没有说什么, 大家想想我说了什么, 是的, 那这个理论是什么呢? 他提出的理论就是, 铲雪理论, 就是真的, 名字是铲雪理论, 他当年是怎么想出来的呢? 就是说, 他在加拿大那里读书, 冬天要铲雪, 那铲铲下就想出来, 那我相信他, 是不是? 你不要跟我说, 我不相信他, 他就说什么呢? 就是说, 这些这样的, 抛射出来的陈埃, 其实它抛射出来的速度有不同的, 在很早期的时候, 在AGB行星, sorry, 在AGB行星的阶段的时候, 它抛射出来的气体, 是比较低能量, 不是这么说的, 就是速度比较低, 动得比较慢, 所以你可以想象, 那行星不断地, 膨胀收缩, 膨胀收缩, 抛了一层陈埃出来, 这些陈埃是走得很慢的, 走得很慢, 你可以想象, 如果我们看到的行星不断就是这些陈埃的话, 它就会是一个离慢的气体球, 但是呢, 在后期, 当它的陈埃, 抛得所正无几的时候,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它中间的核心, 完全暴露出来了, 对不对? 就是这颗太阳, 中间的地方有核反应, 但是本身被太阳外面的质量包住, 就是包住那个发电机, 你看不到那个发电机很热, 对不对? 但是当它外面的质量都抛了, 那就是中间那个有核反应的核心, 就暴露出来了, 就是很恐怖的, 对不对? 你看着裸露的核反应堆, 这么大的粒, 整个太阳这么大, 它放出能量很高的, 那些能量就会, 就是这个, 外面那些慢一点的风, 那些行星风, 就吹了原本的质量出去, 这一层, 暴露了中间这个核心, 中间那一点, 那些核心就会放出很高很高能量的, 辐射, 那会, 这些辐射撞到, 它在前, 就是AGB行星, 这个过程, 放出来, 放出来, 那些动得很慢的, 那些动作, 那些动作, 就会激发它, 就是可以想象, 本来走得很慢, 突然后面有一堆人, 推你向前走, 那就会有一些, 就是我们叫做, shock, 的现象发生, 就是, 就是冲击波, 的发生, 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 你的跑车, 或者你的飞机, 穿, 就是, 飞得很快, 加速度, 刚刚突破了音速的时候, 那一下, 冲击波爆了一声, 是的, 就会有, 那当然没有声, 对不对? 但是它就会形成冲击波, 这些冲击波, 撞到外层, 那些一层一层, 抛出来的气体, 层内的时候, 就会令到它发光, 所以, 我们就会见到, 行星撞星云是一层一层的, 而且是有某些, 特定的方向, 像这个这样, 这个是双管状的, 叫bipolar structure, 如果是, 就是这样, 抛出来的话, 应该是球形的, 是不是? 但是它发现, 因为,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中间的行星风, 中间很猛烈的行星风, 是很, 不规则的, 它放出来的方向, 就不会是四方八面, 好, 每个方向都一样, 不是, 因为行星会转的, 而且还有一些, 磁场的影响, 就令到呢, 它有某些方向的preference, 就会形成这些, 很漂亮的, 国生就将这些, 行星状星云叫做, 星空蝴蝶, 这本书是他写的, 里面有很多照片, 比我这个talk, 里面有很多的, 他的理论就是这样, 就会形成这些, 奇形怪状, 一层一层结构的, 行星状星云, 这个是1978年, 那这些照片给大家看一下, 譬如刚才所说的, 你可以预测到, 有某些行星状星云呢, 我们应该观察到, 是比较像球形的, 就是这个了, 这个是, 其中一个例子, 这个是A39号, 那这张照片应该是, 这张照片应该是什么波段的呢? 我记得是哈勃的, 好像是, 应该是可见光来的, 这张照片, 不是哈勃, sorry, 这个是可见光, 但是是某一个地面的观察站望的, 这个是可见光来的, 那这个好像那个bubble那样, 好像那个泡沫那样,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 M57号, 指环星云, 这个Wing Nebula, Wing Nebula, 那你会见到, 这个是哈勃塔的望远镜影的, 这张照片很出名的, 你上网找的话, 你会找到一张非常高解像度的照片, 你可以逐格放大地看, 你会见到这里这些, 有一粒一粒的结构, 而外面你会发现, 有个环在这里, 而且你觉得这里有点椭圆的, 不是真的一个环来的, 所以, 有一些科学家就认为, 这些环状结构的行星云, 其实不是真的环状, 只不过是好像刚才, 这个统状, 即不是统状, 我不知道怎么说, 即是两边伸出来的, 的膀状, 的行星云, 我们不是这样看过去, 我们是这样看过去, 就是说, 其实它有两支棒伸出来的, 一支就向着我们, 一支就离开我们, 伸出来, 随着这个, 就是越来越多天文的望远镜, 就是越来越漂亮的天文望远镜, 我们用太空的望远镜, 去看这些行星云, 我们就发现越来越多很有趣的结构, 另外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些, 一点一点, 这些是Logs, 这些位置, 我们发现这些位置的温度, 是比较, 跟附近离慢的星云的温度是不同的, 这些是很有趣的东东, 下面这一个就是另一个行星云, NGC23712, 即23712, 如果你想搜寻这个行星云的话, 不用理会你的意, 那么你发现这个好像什么,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 我觉得像是蟹, 但其实你可以看到很暗, 这里是有一层, 有一层壳在这里, 但这两边就比较光, 这两边比较光, 所以可以想像就是, 有某些的过程, 把能量和质量, 向这两边抛射出来, 所以这个又是另一个, 另一个实证就是告诉你, 是有方向性的, 这些行星云, 就不是一个圆壳, 所以就要用一些, 就是国生的那些, 那些铲雪理论才能解释得到, 如果不是解释不了, 那当然那是1978年, 就是三十几年前, 提出的研究, 那现在就被很多人去, 一路去改良, 改善理论, 不过他的idea是没有错的, 就是越来越多新的观察, 都只不过是证明他的观察, 就是证明他的理论是对的, 那这个也是另一个例子, 2346 NGC, 这个就是, 是不是中间这个位, 是不是好像刚才那个, 指环星云? 中间这个位, 但是他又没有, 刚才国生的那本书, 星空蝴蝶那只, 就是两边那只, 那两对翼, 那么长, 所以可以想象, 这一个呢, 我们看下去的角度, 那角度呢, 就是介乎于, 打平, 和, 和, 打直之间, 这个是打斜的, 这个是打斜的例子, 我们看到中间的, 那个, 那个, 但又看到, 外面有少少, 噴出来的东西, 这个了, 这个就很出名的, 这个是, 天上面最, 可以见到最大的, 行星座星云, 这个叫, 螺旋星云, Helix Nebula, NGC7293, 那你就搜寻到了, 这张照片非常, 非常之漂亮, 这个也是, 你上网找的话呢, 你会见到一个, 找到一个很高解像度的, 的版本的, 你整个电脑的萤幕都看不完的, 你可以慢慢逐格逐格看, 好像别人的那些文照那样, 那你, 这张照片呢, 由不同的波段合成出来的, 蓝色呢, 紫外光, 蓝色紫外光, 那红色呢, 就是红外线, 另外呢, 绿色, 红色都是红外线, 蓝色是, 紫外光, 那你可以见到, 非常之, 特别的结构了, 基本上你刚才所看到的结构, 全部都在这个星云里面, 看得完, 首先呢, 就是中间, 有个圈, 就是有个, 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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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可能, 你可能, 会不会是, 噴出来呢, 另外呢, 外面有一层一层的, 的, 的结构, 我至少看到, 这里有一层, 这里有一层, 就是, 你可能看不到, 是这样的, 你做得多, 你就会觉得, 是有一层在这里, 是有一层在这里, 这里有一层, 还有一层, 是, 那外面那些, 不要理他了, 我这里有几层, 总之, 那, 另外中间, 红色这个部分, 它只在中间光, 外面没有, 是吧, 那就是说, 说, 在这个波段, 这个, 这个, 绿色, 蓝色, 这些, 就很有方向性, 很明显, 那另外, 你看到, 还有这些, 这些结构, 这个尖竿的结构, 是什么呢, 那就是, 我们认为, 这个是, 我们今年出了一份, 一份, 就是, 就是说这一张照片, 我们认为, 这个是一个冲击波, 形成的结构, 来的, 因为我们发现, 这个, 这个, 这个螺旋星, 星云, 中间那一粒星, 那个移动方向, 是这个, 是和这个尖竿, 是, 吻合的, 就是说, 整个星云, 其实是, 冲着去, 向着这一边, 冲过去, 那这些, 外面那些, 外面那些蓝色, 就应该是, 我们估计是, 一些, 是AGB, 行星, 退出来的, 质量, 在, 飞到很远的, 那, 只不过是, 整个星云, 向着这边, 冲过去, 再次激发到, 这一堆的质量, 那, 就形成这些, 外面这些这样的结构, 一条一条, 发射状的结构, 一个一个尖竿的结构, 那这个是, 很值得, 去看一看的, 行星云星云, 叫做螺旋星云, 那另外还有, 除了, 除了, 这个, 两极结构, 是吧, 有些是圆形, 有些就有一个, 环形的结构, 另外还有这些, 这个就是, 多极的结构, 你可以看到, 没有呢, 这里有一个圈, 这里打斜也有一个圈, 这里打斜还有一个圈, 即是标了, A,B,C, 是吧, 至少三个方向都有, 有三个圈在这里, 那是什么意思呢, 这些这样的, 这里有一个圈就说, 喂,可能是, 它是, 中间, 我们看到, 我们这样看过去, 看到一个圈, 是吧, 我现在看到三个圈, 是不是就是说, 可能它有, 这里有一个, 这里有一个极状结构, 棒状结构, 打斜也有一个, 打直也有一个, 这些是多极的结构, 的行星云星云, 中间这颗, 就是它是中央星云, 这个就是红外光, 这个是可见光, 拍出来的, 那我们, 就发觉, 即不是我们发觉, 是一直以来都知道的, 就是, 用红外线来拍摄这些星云, 是比较清楚的, 因为, 很多可见光的光子, 会被中间, 就是, 譬如, 这个星云, 发出一些可见光, 我们才能观察到它, 是否要这些光, 飞到地球, 但是, 在这些星云和地球之间, 隔着很多很多的星際陈埃, 星際陈埃, 对于可见光的阻碍度, 是高过对于红外光的, 所以, 红外光是比较好的方法, 去研究, 这些限星状星云, 当然, 你不是说, 只是看完红外光就算数, 你也要, 跟其他的光线, 作出比较的, 当然, 还有刚才, 就是这些, 这些紫外光, 另外, X光都有, 近年, 有些加码射线的研究, 这个又是另一个例子, 是多极结构的例子, 你看到中间有一个圈, 你相信我, 这个圈来的, 这里又有一个圈, 这里又有一个圈, 是很强烈来的, 是强烈来的, 总之就是, 你不规则, 你说他什么都可以, 所以就认为, 大部分人都认为, 这个是一个多极结构, 至少有三个方向, 不同的极状结构, 这一张照片, 就是红外光的照片, 这一张也是, 你看到两张照片, 就是质量差很远, 这个是比较蒙, 这个比较清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我们的红外光的研究, 那些数据是来自很多不同的, 红外线天文望远镜, 有些不同的望远镜, 那个分辨率, 它的敏感度也不同, 这一个就是最早, 其中一个最早的红外线天文, 的望远镜, 叫Infrared Astronomical Satellite, Iris, 1983年放上去的, 用了11个月就玩完了, 他就看这些波长的波段, 这一张就是银河系, 它拍出来的银河系的照片, 你可以发现, 在银河系, 越红的地方, 就是红外线越多的地方, 的意思, 所以你发现, 这个银河系, 它的红外线的光源, 大部分都是来自银河系的平面, 这个是最早期, 其中一张红外线的, 全天的地图, 天球的图, 去到1995年, 就有另外一些, 就是九几年之后, 就越来越多, 红外线的天文, 望远镜就发射了上去太空, 这其中一个, 这个叫ISO, Infrared Space Observatory, 这个ISO, 除了可以用来拍照之外, 拍照之外, 还可以做光谱的分析, 那为什么要在太空上面做呢, 也是一样原理, 先说, 隔着星云和地球之间, 有很多层埃, 星際层埃, 但其实在地球上, 也有很多层埃, 我们看层里面, 也有很多层埃, 那这些水气, 那些, 就是我们平时放出来的废气, 都会阻止了很多红外线,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放一些, 天文和远镜上去, 那这些都是另外一些, 那比较突出的就是, 就是这个研究, 这个叫做2 Micron All Sky Survey, 2 Mask Survey, 那它不是太空望远镜来的, 它是在智利的高山上面, 几组红外线, 可以拍红外线的天文望远镜, 你可以发现, 其实, 它的口径很小, 1.3米的口径, 即是广度1.3米, 大约这么广度的一只镜, 那和这些比较呢, 这些多大, 这些都没有写到, 这些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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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一米几两米的了, 但是呢, 这个在地上拍了, 它都可以不需要用那么高, 就是那么大一只镜去拍, 就是因为在地球上面某些位置, 特别是高山, 它受的水气影响就少很多, 因为直接在云上面, 你看到, 在云上面拍, 所以就可以隔开了很多不必要的水气, 这样就会, 这个资料会更清楚一点, 那最突出的就是这一只, 这只史不知天文望远镜, Bisa Space Telescope, 那就是到了现在还在运行的, 那就是很出名的, 这只熊外天文卫星, 那很多相片都是, 我们刚才所看的, 很多同外线的相片都是这一只影的, 这一只的特别之处是什么呢, 它的分辨率是奇高, 非常之高的, 它的分辨率, 但是它因为, 正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所以它不可以全天都看光, 是的, 有很多的天体, 它都看不到, 它都没有在, 因为它不够时间看, 你想想, 它要拍到很高解像度的一张相片, 它就要集中影谋一个天驱, 是吧, 即是你拍一张相片, 你的相机架长度是这么高的, 是吧, 你用一些阔一点的镜头, 你便放不大那个人的样子, 是吧, 你用一只长镜去拍, 那你便拍得清楚这个人的样子, 从那个远离, 这个是史不知, 天文望远镜, 另外有这些, 日本的, 这个是, Akari,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能串到Akari出来, 应该是日文的译音来的, 这支都是天文望远镜来的, 现在还在用着, 很多有用的天文数据都是由日本的天文学家, 和美国, 和欧洲天文学家合作去研究的, 这个是日本版的NASA, 他们叫JAXA, 对了, 即是Japanese, 不知道什么, Space Agency, 但明明没有一个X字, 他肯定要加一个X, 因为要学NASA, 那, 这个是Punk Luck, 又是一支比较新的望远镜, 你看到是09年才放上去的, 这支就是看红外线, 软红外线, 去到这个微波的波段的望远镜来的, 那还有这些就是这个Hersel, 这支都是很高, 高解像度, 而且它看到比较多天区的望远镜, 那么它的, 它的运作的频率就大约是这个, 中红外线至软红外线, 那么预计, 预计去到2013年就玩完, 不过通常都没玩完的, 通常都还可以用到一排, 那这支就是, 就是我们这个范畴的研究的人, 就是等着, 等着这支镜放出来的数据, 是的, 预计在今年的年尾, 就会放一大堆数据出来的, 那这支就是引颈以待, 科学家, 另外这个, 这个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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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WISE的望远镜, 就是广角, 红外, 第一个, 中间一个, 这样选择, 那这支叫WISE, 那这支呢, 好, 这支镜的特别地方就是, 它看了全天, 它看了全天, 而且它看了很多次, 不过它已经玩完了, 就是这支镜已经, 就是已经用完了, 它的燃料在上面, 就是已经, 它已经变成太空垃圾了, 但是它的资料就还在分析中, 因为有非常庞大的数据, 传送了下来地球, 那这一张就是它拍的银行系相, 那你可以对比一下, 和1983年那支, 拍出来的相, 那个分别, 很大了, 很大了, 这支是比较清楚很多的, 因为经过了二十几三十年的, 技术进步, 那么, 这支镜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可以给科学家, 就比较清楚地研究到, 大范围, 大型的结构, 因为它是全天的, 因为它是全天的, 但是呢, 相比起刚才所说的, 很多数据都用的, 这支, 事不知望远镜, 它的坏处就是, 因为它的相机太广, 所以它的分别就没有它那么高, 低它大约十倍左右, 拍出来的相就比较萌的, 比较萌, 那另外呢, 就是还有其他的辅助, 就是研究行星座星云的科学家, 比较喜欢用这些, 某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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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几个可见光的, 的, 研究放出来的数据, 其中一个就是这个SDSS, 那这个就是可见光的, 的天文台来的, 就是这里, 我忘记在哪里, 总之就是在某个地方, 地球上, 它就有, 不断地升级它的, 它的望远镜, 所以就拍出来的相片越来越漂亮, 不过呢, 你看到呢, 它现在包, 它现在拍得到的范围, 都不是全天的, 大约是三分之一个天的, 所以有很多地方, 就是, 还在等着, 还在等着它放这些资料出来, 另外, 辅助的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些, 就是黑暴太阳望远镜, 另外一些其他的, 研究的组织, 这样都免得说了, 重要之处就是, 你要知道, 就是我们可以知道, 在不同波段, 拍出来的相片是不同样的, 所以我们是需要用不同, 我们要用很多个, 同时用很多个不同波段的资料, 才可以作出一些比较正确, 和全面的研究, 那这些就是, 其中一些例子, 的行星上星云, 那, 比较出名的就是, 这个, NGC40, 那你见到, 在红外线, 左边就是红外线, 黑白色的相片就是可见光, 红就是光, R就是red, 那, 你可以见到, 红外线和可见光的分别, 其实都挺大的, 可见光呢, 通常你见到的, 它比较光的地方, 就是比较黑色的地方就是比较光, 比较深黑色的地方就是比较光的地方, 那么它的分布呢, 大部分都是在中间, 对不对? 比如这两个, 是不是在中间, 但是你用红外线一拍, 你会发觉, 它外面都还有很多, 很多东西在那里, 那就是, 原因是因为, 越远的地方, 越冷, 越冷, 越冷的地方, 它就不会发, 就是越少可见光发出来, 但是红外线的能量是比较低的, 所以就可以用红外线来拍到这些, 这些远距离的地方, 即大范围的地方, 是的, 那这些红外线的照片呢, 全部都是由刚才这一支, WISE望远镜拍出来的, 是的, 这支望远镜拍出来的, 所以那个分辨, 是没有那么, 没有可见光那么高的, 你看到, 虽然它拍得比较多一点, 但是其实, 就是你看到, 像这个这样, NG6781, 这里拍到两个圈, 很清楚, 但是也拍不到, 分不到出来, 因为它的解像度低一点, 是的, 这些图, 全部都是WISE, 这里全部都是红色光来的, 那, 这些是比较小的, 这里大约一格, 大约是十分之一度, 一格, 那这里大约是, 这些比较大一点的行星星云, 就是比较阔一点的, 那个市场, 大约是五分之一度, 就是大刚才那些一倍, 大这些一倍, 这些小一点, 这些大一点, 所以另外, 有一样东西就是, 就是, 行星星云有不同大小, 而且有不同形状, 而且你可以看到, 越大的行星星云, 其实它, 它是比较, 比较离慢的, 你看到这个, SH2-600, 这个星云, 你根本, 你根本形容不到它是什么形状, 一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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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堆气体在这里, 这边有多点, 这边有少点, 另外, 它和可见光比较, 非常之不同, 可见光, 可见光, 可以看到的范围少很多, 在红外线, 非常之多, 下面还有东西, 超出了这个格子, 另外, A28也是, 在可见光里面, 你会看到它是一个, 一个弧形而已, 但是你在红外线里面看, 你会看到它, 是一个, 很稀薄, 的一个, 椭圆形的结构, 另外, 这个很有趣, 这个叫做, Headphone Nebula, 就是你带着听坟哥的, Headphone, 像不像, 好像, 这个也是, 其中一个, 很出名的例子, 因为, 中间位置的东西, 只在红外线才看到, 在可见光, 你看不到的, 中间没有东西, 不是没有东西, 少一点东西, 在红外线看, 中间有一团物质, 有一团东西的, 这个就是, 刚才一开始所讲的那个, 雅灵星云, 那也是, 在可见光, 我, 就算我把中间, 我把中间爆了, 就是我把中间弄黑了它, 硬逼外面比较暗的结构, 逼它出来看, 都是很稀薄的, 很暗的, 但是在红外线, 你看到非常清晰, 在外面是还有一层东西的, 而且, 这个结构是否有点像, 刚才我所给你们看的那张, 螺旋星云, 有个角, 有个尖章在这里, 哎, 很远, 这个, 这张, 是不是, 这个有个尖章在这里, 刚才说, 这个有个尖章, 因为, 这个星云, 整个星云向着这个方向移, 这个也是, 就是, 我们发现, 这个, 雅令星云, 这里有个, 不是尖章的, 但是它好像有, 有一个冲击波在这边, 形状的东西, 这个整个星云, 都是向着这边移动的, 所以这些, 我们预期会发现到, 我们预期会发现到, 越来越多这些例子, 就可以, 比较清楚地, 让科学家, 清楚地研究究竟, 行星云, 和, 我们太空里面, 其他离慢着的, 星制气体有什么关系, 它们的互动是怎样的, 这个我刚才看过了, 这些例子, 这个比较, 比较, 这个是一个例子, 就是, 可见光和寒外线差不多, 的例子, 那, 这些都是其他的研究, 这个是, SPISA, 那支, 史不知望远镜, 的研究, 这个是其中一份, 学术论文拿出来的图, 你可以发现, 这四张图, 有什么分别呢, 就是这张图, 背景是一样的, 背景是可见光, 这一个圈就是红外线来的, 红外线的探测, 红外线的位置, 那个圈越粗, 那条线就代表, 那里放出来的红外线能量越多, 就是越光了, 那你发觉, 这个呢, 由左上角, 到右下角, 红外线发出来的位置, 就越来越大的, 这个是, 这四张图, 是在左手边, 就是近红外线, 中间两张图是, 波长越来越长的红外线, 右下角这张图, 是中红外线来的, 意思是什么呢, 越去, 由左上角这张图的红外线, 能量是比较高, 比较接近可见光的, 这张图的红外线, 能量是比较低, 比可见光很多的, 所以你发现, 我们发现, 红外线的分布, 跟这个红外线的能量有关, 越低能量的红外线, 它分布越广, 所以就, 就是, 是一个, 你可以想象得到, 应该有的结果, 因为红外线能量越低, 就是代表越冻, 越冻, 它分布的范围应该越广, 因为越大范围的分布的东西, 就是, 你膨胀, 你就冷却了, 对吧, 所以, 这些近期的研究, 这是01年的研究, 就发现了, 这些, 这些, 这些证据, 另外, 还有今年的, 这一份, 这是国生有份做的, 那就是, 发现到, 我们用wise那支望远镜, 虽然wise, sorry, 不是wise, 这些是, 事不知望远镜, sorry, 他们用事不知望远镜, 就发现到, 在原本我们认为, 很小, 很小, 有些限星的星纹是很小的, 一个波, 我们看不清楚它的结构, 但是, 如果我们, 拉远一点来看, 我们会发现有, 另外一些结构存在, 这些结构, 为什么, 在前人找不到, 是因为, 前人, 他们所用的数据, 数据量比较少, 那我们找不到, 一些比较暗的结构, 越来越多的这些结构的发现, 是, 我们预期会发现到, 这些, 越来越多这些新的结构, 因为, 我们的望远镜的, 敏感度, 令敏度, 越来越高, 那所以呢, 有很多, 我们以前认为, 是小的, 其实不是的, 其实可能好像, 眼睛星云, 可能好像这些这样, 很大的, 只不过, 它外层的分布, 气体分布, 是比较稀薄, 所以我们看不到的, 那另外, 还有, 行星云的研究, 除了, 你告诉你, 我要研究, 行星云怎么来, 之外, 其实在天上, 有很多其他的东东, 有很多其他, 就是, 无关系的, 声制气体存在, 那些, 有很多, 不同的例子, 譬如, 有些叫做, H2 Vision, 那些叫做, 电离轻轻, 有些叫做, 反射星云, 是吧, 其实都是, 类似的东西, 有些是, 发射星云, 发射星云就是, 电离轻轻, 那就是, 但是我们在地球上, 看上去, 我们是不会知道, 究竟它是, 行星云, 还是其他的东西来的, 我们看上去, 自己看到一幅图, 譬如这个, 如果给你看, 你可能会认为, 这个就是行星云, 是吧, 这个很符合一个, 行星云的, 外形的条件, 是吧, 有一堆, 有一件东西在这里, 是好像, 有个, 特定的形状, 而且有一层一层壳, 出现, 但是这个呢, 不是行星云来的, 那我们科学家怎么知道, 这些是不是行星云呢, 就是由它, 某些, 波长发出来的能量呢, 我们用, 用很大量的, 我们以知是行星云, 的, 资料去比较, 我们比较一下, 行星云, 某些波长, 放出来的能量, 多寡, 和这些, 我们不知道, 是不是行星云的东西, 放出来的能量, 多寡去比较呢, 我们就发现, 有一个, 很大, 很正面的关系在这里, 就是, 它们放出的能量的波段, 是不同的, 所以这个也是, 近年, 行星云星云的, 比较有趣的研究, 可能你们不觉得有趣, 不要紧要, 这个只不就是告诉你们, 有这个存在, 最后呢, 就是说, 一些行星云上, 究竟, 我们研究了这么久, 讲了这么久, 我们想知道, 它不同的地方, 就是在一个星云里面, 不同的地方, 有些什么的成分, 有些不同的成分, 那究竟有些什么的成分, 现在发现了些什么呢, 就发现了很多不同的重元素, 另外呢, 有些很特别的地方, 发现了有些是真的解释不到, 用任何方法都解释不到的发射线, 存在, 指着这些叫AIB的线, 那么呢, 在现在呢, 就是近年呢, 就, 很多科学家都提出, 这些呢, 其实不是元素的发射线来的, 这些是有机物质的发射线来的, 有机物质就是什么呢, 就是组成生物的发射线来的, 这些有机物质呢, 譬如是那些, 智癌的那些, 一个个圈的那些, 我也有学过化学呢, 那些物质呢, 那些那些物质呢, 或者是一些, 譬如是石油, 石油呀, 酒精呀, 而且发现, 其实是发现了蛋白质则, 是那些那些物质呢, 发射出来的能量来的, 它就不是电子跳来跳去, 发射出来, 这些能量呢, 它们是什么呢, 那些这样的分子呢, 它们会伸縮, 对不起, 不用对不起, 它们会伸縮, 又会旋转 也会缩 总之会咬 它咬的时候就会震 震的时候就会发出一些光 这些光就被我们的天文学家发现了 在最近就是去年的 国生就提出了这个模型 这个是其中一种 这个化学的结构就是导致这些不知道哪里来的光 存在的来源 就上了《Nature》 《Nature》这份旗行是全世界最顶尖的学术旗行 你写的篇文章上了这份旗行 基本上你就一世都保障了 因为这个是最顶尖的东西 竟然可以在那里发表文章 当然国生之前已经发表了很多 但是近年他在做院长时 仍然都可以做到这么高质量的研究出来 这个就是他提出这些AIB 这些一条线 就是本身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的发射线 他就认为是一些很复杂的有机化学物做出来的 所以就会导致一个猜测 就是本身我们认为 这个生物形成生物的化学分子 它只会在地球这个环境存在 不会在太空里存在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证据 它显示在太空里面 其实有很多这些分子存在 而弹星状星云的研究 就带动了这一方面的发现 你看到这个是非常复杂的分子 我们人类形成人体的分子 都没有这么复杂 刚才也所说的 会有蛋白质也有 所以最后就播了一段片 就是 就是过身亲自去讲 这个 这个显星状星云的研究 对于这个人类 在宇宙的定位 有什么影响 我英文的 我叫Sung Kwok 我叫Sung Kwok 我叫Sung Kwok 我认为Sung Kwok 我认为Sung Kwok 在香港的Universities 在近三十年 我已经学习 灾业的灾业 的灾业 灾业 灾业不永久 像我们的儿子 他有4.5亿年代 他可能有5亿年代 他有5亿年代 在那时候 他会通过 但是 之后 会通过 不太好 我们的学习 我们的学习 就是 我们的学习 我们的学习 他们的学习 很严重 地 很严重 他们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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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y create something that we call a planetary nebulae. Behind me are two examples of planetary nebulae. These are objects that our sun will become in another 5 billion years or so. They have colours of red and green because they are radiations coming from different atoms inside the nebulae. What we are trying to do in our research is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 of set of metamorphosis, which is how does an ordinary star which is round in shape can become such a wonderful, beautiful butterfly-shaped object. We make proposals to the space agencies and get observing time on the space-based telescopes. Afterwards, we also try to carry out follow-up observations from ground-based telescopes. We do most of our ground-based observations in the high mountain of Hawaii Island. They have mountain gold monarch here, which is at 4200 metres above sea level. We do a lot of our spectroscopic observations in the infrared, and there's really no other better place on the surface of the earth to do such observations. Every time I go there, I feel like going on to a pilgrimage because going up the mountain, and looking at the wonderful sky and being able to find the secrets of the universe is one of the pleasures of being an astronomer. After we make the observations, then the data was sent back to the telescopes, to the ground stations and back to us for data analysis. What we have discovered is that when a star in the very last stage of their lives, they are able to produce some very complex organics. Not only they are able to make these things, they are also ejecting them in the form of a stellar wind and sending them all across the Milky Way galaxy. We are looking for some kind of複雜 functions like碳-610. 碳-610 is a new form of碳-610. It is formed from 60碳-610 to create a small circle-grade structure. We have used those sources of the planets in the Earth. We are looking for some kind of satellites on the Earth-610. When we saw the planets in the Earth-610, we felt very excited. 我认为这些讨论的生产生是非常感兴趣的每个人 The International Astronomical Union has a commission called Bioastronomy They also hold the first symposium in Hong Kong in 2008 The title of the conference is Organic Matters in Space So this field of research is taken extremely seriously I think this discovery illu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And now we are see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disciplines For example astrochemistry or astrobiology Meaning that we are not being bounded by knowledge or expertise in a single specific narrow area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how the universe works, what is the universe make of We need a wide spread of knowledge among many different areas One of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discovery is that all these organics Could have been delivered to earth during the beginning of the solar system They use a very strong interest in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In trying to find out whether such organics play any role in the origin of life on earth If we benefited from external ingredients to get a life started on earth Then it is quite possible that similar processes are also at work elsewhere in the Milky Way galaxy We used to think that we are unique and different But now the views have really changed We believe that life in fact could be very common And the next step for us is to find the actual examples of life existing First maybe in Mars In other planetary satellites In our solar system But even further away Anyone If the members are just done When you're interested in we have certainly Google isseur And here All 带到其他的太阳系都未定 所以这个行星状星云的研究 就由17年到2012年 就越来越去到一个地步 就是可以帮助人类去了解 我们自身在宇宙里的定位 就不再是单单去观察某一种不同 某一种的天体的形成、过程是什么 而有可能是跟我们本身的存在有关 所以下一步就是真的找到其他生物存在的证据 就可以将这些天文学和地球我们所知道的生命 这些不同的学科就联系起来了 所以行星状星云的研究 或者其他天体的研究 虽然看起来好像很沉悶 但到最后可能有些不意想不到的结论 可以达出来的 就好像这个 以为这样发现了有机的分子 就令到地球上面的科学家 对于生命的起源有其他方面的看法 所以我讲到这里为止 有兴趣的可以回家 用电脑搜寻更多的资料 在一个钟头零半个钟的时间之后 我真的讲不完 所以有些什么说得不好的地方 就请多多包涵 就不要跟普萨克罗说 多谢大家 谢谢 我想时间已经过了 所以如果有什么问题 就可以各自出来问都可以 我宣传一下 我明晚有个talk 就是7点钟在这里 会讲近代的天文史 天文和物理的史 主要是会讲爱因斯坦 所以有兴趣就可以到时来听 多谢各位